不是很期待今天的视频 哈喽啦 今天拍一期这个 我是大明星 男喝饮料大测评 我是大明星 跟你没关系 来拍一期男喝饮料大测评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准备了些什么 第一个格瓦斯 第二个是黑松沙士 然后这个是一罐汽油 一个什么汽油饮料 95号汽油 这个是海藻苏打水 恶心 这是什么 牢山白花蛇草水 恶心 这个是二锅头汽水 恶心 这个是大蒜枕 大蒜咖啡 大蒜咖啡 这个是东方树叶的乌龙茶 这个是 这是什么呀 沙 沙什么 沙氏汽水 这个是 葡萄城堡汽水 我不知道是什么 OK 还有一个吗 这个 忘记了 不好意思 这个是 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电解质饮料 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买的 然后呢 这两个还是准备的 那个漱口的 漱口的 一会儿要太难喝 就是得 做一口 先把这个 就 就密的东西 你得再搞瓶口水过来 啊 要漱口 啊 然后再喝这个 OKOKOK 来吧 开始吧 你先选 我你这样吧 你闭上眼好不好 闭上眼 然后我说你要这个吗 你说嗯嗯 然后我说你要这个吗 你说嗯嗯嗯 好吧 那是吧 懂了是吧 好 这个喝不喝 嗯嗯 啊 我们一人喝一个 哦 哦 哦 这还好吧 来吧 尝一下吧 打开 垃圾桶 你说老公主要进去 你说 你怎么应该 嗯 呵呵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我自己其实也能打开的 那你打吧 打不开 那你说 那我可以打吧 你说老公主要 打不开 老公主要进去 这还好吧 这应该是里面 最那个的吧 嗯还好啦 这应该是里面最还 最好的了 嗯 嗯就茶叶 啊就茶叶 这也是吧 挺难喝的 或是吧 是吗 只有我不喜欢喝 反正挺难喝的 我尝一口 尝一口 但是可以喝得下去 那种茶叶 还可以了 还可以了 茶叶 我能接受了 嗯 嗯 这个我可以接受啊 嗯 就是茶叶 哎给他打个分 打几分 就难喝程度啊 难喝程度 三分吧 三分 三分 三分难喝 对 就是不会日常就是拿 我来打两分吧 两分 嗯 干你吧 给我了 好 好 哪整个 要不 这个要不要 不 这个 вкус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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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和 不 很多 这个都不要 好了 我要走吧 好好好 你再两个选一个 这个呢 行吗 是这个吧 OK 你不会一直指的都是这个吧 不可能 一直这个要不要 不可能 这个要不要 真的没办法 你帮我打 黑蒜粉咖啡 他和那个黑蒜有什么联系呢 请问 他先把我的这个揪蜜想引力要先找什么 把我屎在这 哎呦 我不想喝了 我不想喝了 不晓得为什么要拍这个 哎呦 真打不开这回 给我闻一下 哎好啊 就咖啡味其实闻起来 咳咳咳咳咳 啊! 舌子飞出来了 恶心 开合 已经给你写的信 还被我留在巫里 呵 呵 ran 删闻一下删闻一下 没喝呢不敢 感觉就像那个给血鬼喝的咖啡 这很好喝 真的好 为什么为什么就大酸咖啡啊 没有大酸味很好喝是甜的 像那个真的就是那种咖啡饮料 特别特别好喝这个 这个难喝程度打零一分吧 好了好了好了 真的很好喝是因为我没摇匀吗 你摇吗我不知道我摇一下是啥 算在底下 要不算在底下 没有很好喝 零分 零分 这是我觉得又有什么黑蒜粉 这是我觉得这里面最恐怖的东西 我来看看 ok下一个啊 来吧毕业 这个合不合 这个合不合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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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合不合 好可以 这是什么 哎呀 真是好幸运呢 好幸运呢 五九斤啊 这五九斤啊 二锅头 一锅料 打开吧 我从来没喝过二锅头 白酒都没喝过 我也没有 嗯 嗯 有味冷静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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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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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这白酒味吗 我天哪 哎这味好 好真哪 好冲啊 我老天特别特别冲 嗯 哇 就纯白酒味 哎 我醉了 我已经醉了 嘖 嘖 哈哈 要不拿根筷子给你沾一点啊 呵呵 哈哈 嘴巴是沾了一点 哈哈 哈哈 等会儿 手放弃 等一会儿 再浅尝一下 我尝一下 我没唱完 是什么 柠檬汐水吧 又像雪碧呢 像雪碧 怎么一个难喝的都没有啊 也不苦 是不是要雪碧 这冰了 冰镇也还是一个挺好喝的 是的 是吧 还可以来 但也说不上好喝 说不上特别好喝 要冰镇 我们来打一个 一分吧 一分吧 两分吧 我觉得它跟这东方数据差不多 就中规中矩 它们俩一个牌子 跟大蒜哈维 半个笔子 这个怎么 一分吧 这个也就 一分吧 这个我觉得挺吓人的 居然也是一般 一般 没有那么吓人 OK 总不会挑战失败吧 因为到现在没有什么来喝 It's your turn It's your turn 看都有啥呀 OK 来吧 这个要不要 要 要 这个吧 这个是我比较害怕的 我喝过劳山可乐 劳山可乐挺好喝的 这个我不知道 劳山什么 白花蛇草水 劳山白花蛇草水 我闻一下 这水味吧 有点像金银花露的味道 你喝过金银花露吗 没有 金银花露没喝过 小时候那种玻璃瓶装的 透明的 一说你上火 就给你往死里灌的那种 破墙上去水吗 金银花露 没喝过 你们 北方没有金银花露吗 可能喝过不记得了吧 就那种玻璃瓶装的 里面是透明的 然后甜甜的 就是家里的那种 我奶奶就是每次 每次说你上火了 结果我灌一瓶 我只甜了一点 什么味啊 像别人的泡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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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像那种 像一个 像什么呢 像我就是我上大学第一天 完了呢 我跟我室友一起军训 军训回来之后呢 大家把袜子一起脱到了一个盘里 那里泡着泡了一晚上 那天早上起来着急 你就喝了一个 有这种着急吗 就是 不是 就是 你这样不行 你要那个你喝一口 你看它感觉到 好不好 体验一下啊 南喝程度我自己目前在这给它扒粉 好噓心 8分 因为还好都没喝的 为了公平体验 我先给他个8分 好恶心 这好恶心 这还喝是重量级 这个 还喝 哎呀 哎呀 难喝的 这超级恶心 这个放在这边 别尝试啊 这太难喝了 超过5分的放在这边 说一口 太难喝了 这个好恶心 不好意思啊 喜欢喝的 我觉得你恶心 好恶心 真好恶心 这个东西 哎呀好恶心 是不是像能泡脚水 我不知道我没喝过泡脚水 我也没喝过了 那就是一种感觉吧 这个喝不喝 不喝 不喝 这个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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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喝喝 这个 这是什么 黑松沙士 这还行啦 不是好多人说好喝吗 我天天的直播里面 看你们说这个东西 好喝好喝 一个是什么 格瓦斯 一个是沙士 但我觉得格瓦斯真的还可以 但这个我没喝过 我不知道啊 我喝的时候都很小 什么味啊 太好了 就是那种 像那种 干粮的味道 就是 就是 叫里面 就是 七八叫味 哦怎么 我闻这味 就很吐了呢 我闻一下 嗯 嗯 像药 像带气的药 还没说过 我受不了了 快喝快喝 我好好起出味道 什么味道 风油精 先喝进去可乐的感觉 在你嘴巴里化开了之后变成风油精了 厚掉是吧 不至于难喝吧 我尝一下 不至于难喝 还挺好喝的 不至于难喝吧 我就不至于啊 但是 就是风油精的味道 就是会让人忍不住发呕 哎对 他比起刚才那个确实是好喝一些 但是就是会让人有点发呕 不知道为什么 我闻他味道也会有这种 强偶闻的感觉 我跟你说 我描述这个味道像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家里面有放过那种蟑螂丸 就是那种放的满满的那种蟑螂丸 那种衣柜 然后关了很久 然后突然打开的那种味道 就像直虫上来的那种味道 就是很多 就是这个味道像很多那种旧衣服 然后加上一堆的蟑螂丸 那种味道 我觉得还打一个气氛 有一点 有一点 我是感觉有点回味 有一种风油精的味道 是有点不知道为什么 嗯 心里上 那棵树那棵树 那棵树 咬开你的 来 不要 要不要 要 要 OK 95号汽油 其实我能猜到它是什么味道 不 我 我 有点 感谢观看